83岁的范爷爷多年前和太太运动完回家 就遇到诈骗集团在家门口等待 诈骗集团花言巧语跟范奶奶说 有很多金氏珠宝要带她过去看看 没想到范奶奶就这样被骗上车 还好及时遭到阻止 我就后面跟着 她那个车就在我们家旁边等着 我太太一去到就 脚就踏上去 我就趕快叫 现在我快开的时候 我太太就掉下来 头在一个洞 根据刑事局的统计 今年1到8月 台湾65岁以上银法族被诈案件 就有2287人 占所有年龄层最高达到22% 主要诈骗手法为刀貌好友身份 猜猜我是谁等 另外假检警花招虽然老梗 但被诈骗的也不少 其中男性遭诈 被害人约占4成 女性约占6成 第一线的银行也发现 在所有的诈骗类型中 感情诈骗最难解 被害人常因为在交友网站 脸书或是IG 认识从未见面的对象 只靠线上交友 就将感情一股脑投入 特别是严奶们遇到第二春 更是无法自拔 当被诈骗要汇款时 银行通常得请出警察 才能成功劝阻 我们所谓的感情诈骗 这样子的案件里面 其实当事人因为 他比较会陷入在里面 所以其实在第一时间 其实他通常都会有点愤怒 说这个不要管我 然后这个就是希望行员 但是我们因为都觉得 这个是我们的客户的 这个钱是很重要的 这个他必须帮他保护着 所以其实我们大概 通常都会联络警察局 来进一步来协助 去劝导这个民众 那因为其实这些对方 其实都经不起 再进一步的询问 会防止爷爷奶被诈骗 台大国泰金控和刑事局 针对银法族开发出桌游 透过场景让爷奶们 只需30分钟的时间 就可以轻易掌握防诈的诀窍 我们宣导的一些感情诈骗 投资诈骗 假交友 还有猜猜我是谁这样的情景 真实的会生活 发生在我们爷爷奶奶的 生活的周遭 那透过这样子一个 简易桌游的一个宣导 那只要经过一个短短的一个时间 可能30分钟到一个小时 我们就更能够唤醒 我们这些爷爷奶奶们 事实上目前银行房诈 也多以大数据追踪 国泰银行也表示 像是账户汇款次数 较一般人多 或是某个账号 常在晚上 透过自动提款机提领 银行就会提高警觉 进一步追踪抓出人头账户 中央口电台记者 郑祥云 陈寗信鸿采访报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